老伯,我都在他们游泳看起来了 英雄的坟前不怕长草 就怕我们活着的人心里边长草了 荒惠了 今天是中元节 是我们缅怀祖先的一个日子 这个地方昌遍这一位 七十多年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 为人民为国家献出了双腿的伤残军人 现在这里已经长满了荒草 他已经九十岁的老伯 现在在这个地方割草 所以我们要来缅怀他一下 奶奶你坐到我来坐 奶奶我来坐 好 奶奶 有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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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鸡子 嗯 拜拜 我来坐 我来坐 你来坐 你来坐 你来做 我来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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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坐 你们好 老人家是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来割草 真怕他再来的时候找不到这些地方了 没事 没问题 让他们远路 条远路城里远路守着 还要来看 没有老英雄 我们今天每个生活都是像老英雄 没有他们这一代 我可以这么说 真的哪有我们今天呢 那一仗是打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威军威 从那一仗开始 就赞美全世界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小瞧我们中国人 我们怎么能忘了这样的老英雄 所以我就在想 我稍微有点能力 我就想哪怕也不占用土地的情况下 给他在这个地方立那么一块小小的石碑也行啊 英雄的坟前不怕长草 就怕我们活着的人心里边长草了荒惠了 我们不能忘了自己的英雄 但是这个世界就是有时候是人走茶凉 知己上的接规 在我的心目当中这就是一次爱的拥抱 我算了一下 整整六十年 有多少次 这个算数 大家祝福 萝卫 你没有追往 还需要数个杯 我们不غan等菜的情况下 政策前一天要跟老妹 我们后人应该记得 因为我们今天美好的生活 都是这些给人的心愿 用生命 我们可以点 就是哪怕可以快十倍不占地的情况下 我自己现在还没有那个力量 本来早就有这个心愿 今天他帮我实现了 不占地头 现在农村的地头啊 干贵得很 但是我觉得老英雄 还是应该要有一个政策上的特殊 是吧 我都整个都可以的 他也不算个哪样 我也恰恰自己也不好说的 说不出的 有些事情 这些好处的我都没听 有些事情 他在生的时候 嗯 那些记载起来 都能问他要哪样 爷爷你要哪样 你尽管说不好说的 他说现在这些我就想都可以了 其实有些事情不是要别人说出来 我们自己 是要我们后人能够想得到 这座坟不是休息 而是没有地 这块碑到底该不该呢 其实我也在纠结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一边是真菜 一边是 传统 和民集 没有这块碑 而就很快要被黄草 然后给覆盖 当初他要选择嫁给这一位高位集团的老 上层老兵的时候 他说一句话 如果我们每一个军人为贵家打仗 你惨了 全连老婆也找不到了 他说那哪个还敢开为贵家打仗呢 这是我这一位老人家当时跟我说的一句话 是吧 我说老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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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